我真的很希望能够接演 不同类型的角色 跟街道不一样的剧本 那我也一直在尝试的散发出这样的讯息 那也不是说我就不想要演甜美可爱 而是我只是想要 觉得我如果现在决定 我要好好的做这件事的时候 我希望多尝试不同的可能性 那我也想多看看自己的极限在里面 很多人会觉得 可以吗?喬喬可以吗? 她的样子就是这样 她一直以来的形象就这样 所以我特别珍惜 现在如果愿意找我 有突破性的东西 我就非常的珍惜 然后非常的感谢 是肚子算突破吗? 肚子看你敢不敢漏而已啊 是男的事实 对那一部 我那时候看完林嘉庆角色我就觉得 哇好想演喔 因为其实林嘉庆就是一个 可爱可爱的女生 但是她在使坏 或者是做一些色诱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的好看 然后她本来就很会演 说她很厉害 那我一直觉得 可能我的样子看起来很正派 哈哈哈 因为我以前有个朋友跟我讲过一句话 她说你演坏人我一定不相信 因为她觉得我样子就是看起来很正面思考 很正派这样 但是谁说小三就要长得一脸我是小三 坏人也不是一脸就是长得坏人一样啊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能够有那种无辜小三 我觉得我非常愿意尝试 我心里也有很快的一面 那要不要考虑一下跟夕女男人合作 然后如果她今天要找我合作 我当然不会拒绝啊 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有她自己想法 然后她作品也一直受到肯定 很有才华的导演 但她决定要找任何演员演的时候 我觉得演员都是征集她的邀约这样 所以我觉得她要是找我 我一定也会觉得她一定是觉得适合我 所以找我 但是我不强求 我只能说我从来没有去跟她讲过 但是我有听过她讲过 哈哈哈 这样子看起来有点押韵 对 我没有讲可是她有稍微有时候听到一点点 我觉得你好像适合什么 就是她会有她自己的想法啦 但是我们没有认真去思考这件事情 所以那她想过的那个角色会是什么样类型的 该不会也是林真女孩 她有想过 但我不能讲啊 因为那是她的作品 对 她有她的作品的里面的角色有觉得适合 但是因为她现在一直都有 她也都还在有别的案子 所以我觉得短期内应该也不太会吧